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連續两小时山去暴雨 冲走了十五年的家 清晨五点的车祸 带走了早起工作的妻子 意外受伤的丈夫 正要开始漫长的復健 没有早知道 但我们早一步做到 中国信托 早一步为客户备托意外资金需求 一通电话为您守护 We are famil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倩文 欢迎收听为自己出征 这是一个全新的节目 为什么要把节目的标题 选为为自己出征呢 我想每个人人生当中 都有非常多的小故事 点点滴滴可以说 我们不见得要像很多大人物一样 可能 当到总统 当到一些有头有脸的 这样子的地位以后 才叫做是为了自己人生 留下一点记录 不一定是这样子 有些人可能在人生的 某个时间点 做了一个转弯 从此之后 人生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想为自己出征呢 这个节目 可能可以让很多人 或很多来宾 可以来与大家分享 人生当中的点点滴滴 那大家有听过节目的 大家大概就会知道倩文我之前 有帮文建神导演带过广播的班 那现在呢 我也在为自己出征的人生旅途当中 因为我以来做了一件 我以前没有想过的事情 就是来当了一个小小的主持人 那所以这一个为自己出征的故事呢 我想放在每个人身上 都挺适合的 那我们今天呢 也邀请到了一位林妈妈 那这位妈妈呢 她的家庭 也有跟我背景很类似的孩子 也都是学音乐的 也很小就出国了 那我们今天呢 也来听听李妈妈 她的人生故事 李妈妈好 各位听众 大家平安 李妈妈今天第一次来上广播 那应该觉得蛮新鲜的 是的 很新鲜 那我常常在跟朋友分享的时候 都在讲说 自己私下讲话的时候 跟广播 还真的会有一点不一样呢 因为面对麦克风的时候的 气氛好像会不太同 那李妈妈今天呢 我们很开心可以邀请你来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来听听看你的人生故事 李妈妈听说你年轻的时候 自己很喜欢音乐 对不对 是的 我在年轻的时候 我的梦想就是我能够 是个音乐的演出者 但是呢 其实我们从小并没有这个机会 因为我是我们家的老大 所以我根本也不敢跟父母讲 我想要学乐器这个东西 那每次呢 我会在音乐教室的前面徘徊 就是听到琴声啊 或者是音乐的声音 那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古典音乐 那在我人生的自己 刚刚会赚钱的存钱 就把我的薪水存起来 然后等到存足了钱 我的第一件事情 是买一部钢琴 哇你看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梦想 对不对 李妈妈你以前是念女中的嘛 是 据我所知女中通常都还有一种 还不错的音乐风气 那当年女中里面有没有一些 什么样的事情启发你在音乐方面 你这么的喜爱她 因为刚开始我的导师就是音乐老师 嗯哼 那我的导师非常的漂亮 她气质真的是超 超出一半人 漂亮的女老师只有男生会喜欢 哈哈 原来女中的孩子也是会心仪老师的 寄予老师的美色这样子 嗯哼 没错 然后我听到了音乐的声音的时候 我觉得那是很像天使的声音 嗯哼 所以我就一直对音乐有很崇高的理想 嗯哼 那当然在我自己 其实你买了一部琴 并不代表什么 我在那个时候我还花了很多钱 就是去上课 当年一部钢琴要多少钱啊 当时的薪水大概一千多块的时候 一部琴要六七万块 哇天哪你这样存了多久啊 我就是把我所有能够节省的开销都节省了 然后存足了钱我就买了 就下决心买了它 当我把琴买回家之后 我的爸妈还很不谅解我 他觉得我是我在想什么 嗯 要是我我应该也会这样觉得 薪水一千多块 你怎么样去买了六七万块 都可以负担房子了哦 以这样子来算慢慢的 你那个钱如果投资在房子上面 搞不好 父母亲大部分会觉得可能还来的比较值得 那时候的房子大概是四十万到八十万左右 可是四十万你看六七万 他就占了四十万的百分比不少了耶 对 哇好大的决定啊 那这个还不打紧 那你学请还是得有费用 所以我当时也是很努力的 就是能够尽量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就不让老师来 什么意思 就是我自己很勤奋的练习 嗯哼 然后上课的时候都尽量让他欧帕 就是欧帕 不要 原来上上钢琴课也有欧帕这件事情 看来我现在自己也身为老师了 我们现在好像也太太不严格了 我们现在上课好像也几乎让学生都欧帕 偶尔才会发一下脾气 对 所以当年那当年上钢琴课 对你来说那个 很是兴奋的吗 对我会睡不着觉 哦真的啊 要上课之前我会很很兴奋 然后我也会觉得能力不足 因为我毕竟已经到了二十几岁了 那在那个阶段你要在学请是从头开始 你的手指头并没有那么的灵活 嗯哼 所以我会觉得还是有能力上的问题 嗯哼 那黎妈妈你学请学了多久 哇 前前后后应该有十年吧 十年的时间啊 当然也是要很感激 我结婚之后 我的先生并没有阻止我学请 嗯哼 所以我还是继续 哇 结了婚之后你还继续在学请这件事情 对 那有时间练情吗 结了婚之后应该琐碎的事情开始来了 是 可是我还是很 就是利用我会在一天的当中 就是利用小小的一点时间 一点时间去累积我练情的时间 嗯哼 哇那讲到结婚 对你来说 呃在人生当中 因为我想身为女性嘛 我想每个人多多少少啦 女孩子对于结婚这件事情会 有些人可能是抱有憧憬 有些人可能觉得是恐惧也不一定 因为呃 遇到结婚我想 呃 算是人生当中一个很大 很重大的决定 你可能要改变你的原先的生活形态 来去适应另外一种的 呃 两个人的人生 那结婚对你来说有没有很大的改变 嗯当然是有 嗯哼 因为我是敢敢着鸭子上架 哎呦怎么说呢 因为我的妹妹当时我的妹妹已经快结婚了 可是呢我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对象 那我妈妈是一个很老派的人 嗯哼她觉得妹妹不能先结婚 所以以前的传统就觉得长幼有序哈 老大一定要先 然后老再来才能老二这样子 嗯也不是这样吧 应该是我妈妈怕我叫不出去 哈哈哈哈 因为她觉得老二结婚了人家会以为老大已经 老大已经结婚了 老大已经结婚了 所以人家那个 哦就不会再介绍 介绍人不会找上你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 哦那那后来怎么解决你的婚事的 那时候刚好 本来你没有对象 那时候刚好 不是我那那天刚好下雨天 这位年轻人呢 就到我们家要借雨伞 这是借口吧 不是不是 是真的 哎呀赶快大家学起来 下雨天 如果隔壁邻居觉得有不错的女孩子 赶快去借把伞 然后从此之后可能会促成一桩美式这样子 那时候刚好我们家正在吃饭 所以她我妈妈也不好意思说 她来借伞要出去吃饭就就把伞借她 就跟她讲说 那你跟我们一起吃饭吧 嗯哼那就这样我们就认识了 哇她就从此之后惊为天人了吗 就开始展展开猛烈的追求 没有她是先追我妈妈 啊先追妈妈呀 天啊这个这个要交代清楚 她是先对我妈妈很好 然后先从丈母娘 丈母娘下手就对了 然后呢她就用暗示的言语 告诉我妈妈 她如果爱上一个人 她会非常用心的带她 嗯哼 如果她只剩一碗饭的时候 她会让她心爱的人先吃 哇 哇听完这个 我也不知道该说感动 还是觉得那个鸡皮疙瘩 哈哈 现在这个年代如果这样讲 不晓多少父母亲买账 现在那个父母亲可能觉得 啊这小子这样子 油腔滑掉的 哦原来当年这一招是有效的 OK 然后你就被 就被那个 就被追走了 没有 妈妈就答应你被追走 没有当时我很讨厌她 哦真的啊 嗯 所以做人不要铁齿 对不对 是的 我发现好像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当年哦 对着自己另外一半大喊 说啊我最讨厌你 以后谁嫁给你谁倒霉 然后结果最后 诶还是嫁了 他最讨厌的那个人 然后成了一辈子的 一辈子的那个人生伴侣 OK 那后来呢 到后来是我妈妈跟我讲 她说 一个女生 如果你嫁给一个爱你的人 是幸福的 嗯哼 她觉得这个男生也不错 嗯哼 因为她 认为她的走路 的那个 她 我妈妈那时候很会看人 她不晓得怎么看的 她说她走路的时候 四平八文 哈哈 我觉得今天这段访谈非常有趣 会好像把我们现在年轻的跟 可能 在 在 上一代的那个长辈啊 看人的那个方式 有很大的不同 我觉得长辈以前好像那种 妹妹尬尬 蛮多的 会看一下 看那个年轻人面相啦 说话啦 走路的方式也看了 那 所以呢 她就用走路的方式 帮你挑了女婿吗 没有 然后她还说 头大脸大的 你看那些官 都是头大脸大 脸大 哈哈 所以是 一定是好的 哈哈哈 脸大吃四方 OK 好 所以现在那个整形叶子 应该 不对吧 应该要反其道而行 对不对 男生要不要去把自己那个肖骨弄瘦 肖骨弄瘦 应该要去多垫一下下巴那边 对 跟腮帮子那边 如果垫起来搞不好很多 那个姻缘就来了 对 那后来呢你就 后来我就真的傻傻就嫁了 哈哈 怎么觉得你的结婚听起来 好 好容易啊 对啊 是没错啊 就是这样 然后结了婚之后 我就跟人家讲 很多人都都是说 新婚非常的甜蜜 可是我们一结婚就一直吵 为什么 连开车门也吵 挤牙膏也吵 上厕所也吵 盖棉被也吵 哈哈 为什么开车门会吵 因为我习惯开车门 然后转身就碰 就把车 车门关上 他认为这样 对他的车子不礼貌 那不关车门怎么办 哈哈 不是 要轻轻的 轻轻的 是的 要很爱护他 很爱护他这样 那挤牙膏是不是就是 大家传说中的那个 从前面挤或从后面挤 会吵架的那件事情 我一定要从后面 往前慢慢的挤 但是呢 我的先生是 从中间就一按 然后你就踩到你的地雷了 是不是 我就开始生气了 可是他觉得 为什么要生活的那么难过 嗯哼 不是一样都是刷牙吗 只要能把牙齿刷干净就好了 等一下 我们旁边有一位 可爱的工作人员 他听完 李妈妈讲话 然后他就 在旁边一直大笑 跟不断的做出昏倒的样子 对 他就觉得天啊 怎么会这么多梅杆呢 真的 盖棉被更好玩 嗯 我们两个人会 互相拉扯 但是我就 因为盖一条棉被 对 不习惯对不对 然后晚上他会打呼 我那时候很想把他踢到床下 好悲惨的婚姻生活 因为我一结婚就瘦了两公斤 真的 真的 我的同事都问我说 你叫的不好是不是 我说也不是 你是不是被抠懂了这样子 就是不习惯吧 嗯哼 因为以前都是一个人睡床很大 嗯 现在变两个人 那晚上又要打呼 又要拉棉被 真的是很痛苦 但是呢 他是一只脚先 先穿了 再再穿一只脚 哈 什么意思啊 不是都先穿一只脚吗 不是 我一定要把鞋子放整齐了 然后脱鞋的时候 一定要脱到整整齐齐 他是脱一只脚 一只脚就甩 就丢了这样 哇塞 这样这段听完 大概很多人也不太敢结婚 所以婚前大家可以把那个 彼此的习性先摸清楚 然后之后再来 再来磨合吧 就不会说婚后马上就收两公斤 好那我们下一段呢 慢慢再 再从林妈妈的结婚的人生故事 开始聊起 马上回来